大家好 我是清柔 九点到十一点 接下来这两个小时 是博士来聊的节目单元 廖朝记博士请来了莫家浩 他是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的博士生 也是南方大学学院中文系的兼任讲师 今天谈的内容很有趣 莫家浩将从鬼故事里的地方史 也就是他亲身下田野 收集到的这些边加兰的灵异故事 来谈当地的百年地方历史的变迁 脸书也有在做音频直播 欢迎大家分享出去 今天博士来聊呢 我们请到的是莫家浩博士研究生 大家好 家浩你这个应该是第一次上电台 对啊对啊 虽然我们在脸书上都常常看到你很活跃 没有啦 做各种各样的分享有没有 有 但是呢还是要先请你先大致介绍一下 你的学术背景 我现在人是在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 修读我的博士学位 嗯嗯嗯啊那现在是在写论文的阶段 那我本身研究的题目是 这个柔佛东南角的边加兰 这个地方的华人社会的变迁过程 对今天我们请这个家浩上来呢的主题呢 就是谈这个边加兰研究的一个很有意思的题材 叫做香野奇谈边加兰 所以首先呢你还是要先跟我们各位听众介绍一下 边加兰的大致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边加兰这个地方据我所知 就是据我的研究 边加兰这个地方它大概是19世纪的时候呢 在像文西阿都拉他们曾经游历过边加兰沿海 基本上当时是几乎无人烟 几乎无人烟 那边加兰的开发或者说华人或者是爪哇裔 能够开始来到边加兰大规模来到边加兰是19世纪末 尤其是19世纪末的时候呢 当地有爱尔兰人在当地开始投资这个咖啡种植 这个是边加兰可以说近代发展的第一波 那之后呢这个咖啡种植后来是面对很多阻力 然后之后这块地辗转呢被日本人买下 所以他又变成了这个日本人在新马投资 成功大规模投资橡胶园的先生 就是边加兰的日本日资商务公司橡胶园 那这个到了20世纪之后呢 进入20世纪之后呢边加兰你就可以想象 他一边就是有这个日资的橡胶园啊 那另外边因为他是一个靠海的地方 所以同样也有渔业啊 那渔业也同样衍生出了养鸡养鸭养猪 像这样子的乡村的多元的产业 是所以这样子的这个历程呢一直延续到战后 是所以边加兰的这个族群人口的结构是怎么样 这个地方呢如果我们用这个1930年代的人口统计数据的话 我会发现华人人口大概占了六成左右 那这个人口比例呢基本上我的观察是基本维持到战后的 但后来因为这个我们在看一些选区划分啊的人口的那个数据的时候 因为边加兰这个地方他把周边的那些肯直区也算进来了 所以现在以边加兰来讲的话这个区域的话 这个华人的人口是相对较少 因为这个加昊是研究国际政治的 原来本科跟硕士都是研究国际政治 后来到了香港中文大学研究博士嘛 我是比较好奇啦 这个从国际政治转到这个历史研究 然后为什么会选择边加兰作为你的天野典呢 为什么会转行这一点呢 主要是当当年念国际政治的时候呢 就为了为了为了写我的硕士论文 所以我就选择了想写想了解一下马来西亚的华教运动 作为这个说这个东南亚甚至是很重要的一环 那这样做了之后呢 在了解这个华教的历程的时候 那同时又让我有很多 觉得我不了解我自己来自的这个地方 我自己的土地家乡 所以当我回来沉淀在中学里面教书 然后因为机缘巧合 因为边加兰当时面对了 有面对那个石化工程 牵地牵木这样子的情况 我就这样子 因为我对坟墓很有兴趣 所以我就过去 然后就敬为天人 我发现他跟我过去所理解的那一套是不一样的 所以就后来就决定 要以这个题目去攻读我的博士 对 所以接下来呢 在下一段的节目里面 嘉浩就会跟我们聊一聊 他在边加兰做田野调查的时候呢 所收集到的一些乡野传奇 同时呢我们也会在接下来的时段里面 跟各位分析 这些所谓的乡野传奇 到底印含着什么样的意涵 所以嘉浩啊 就是你刚才都大致当给我们介绍了这个边加兰的一些开布的一些历史跟一些现况 那为什么会觉得在你做这个田野调查的时候 边加兰的这个田野调查经验里面有那么多的传奇故事呢 其实呢传奇故事在任何地方都有 只是当我们试图要去做像边加兰这样子的乡村的这个研究的时候 我们面对直接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缺乏很多传统的史料 例如出版物啊 例如文献啊 甚至连碑名牌匾都很少 那这时候我会选择用的方法 就是我想去听当地人怎么说自己的故事 而这种故事就包括各种观怪陆离的 各种非常的有趣的那种 他属于他们自己的传奇 那我会把他们视为 这个是他们对自己历史的一种认知 一种理解的方法 而边加兰又是一个你知道 在陆路交通长期封闭的一个地方 所以在这个地方实际上他有很好的环境 他一边是森林 他一边是海洋 所以你可以想像像一个边加兰人 他从小在这个环境里面 他其实他可能物质上是受限的 但是他的精神世界 他的奇异的那些想象空间是非常大的 所以这是我很喜欢去听他们说他们的故事的原因 对一般上我们说到这个所谓的乡野传奇 在我们的乡人的这种口语之间呢 都很多都把它当成是一些自怪 或者是一些迷信的小故事 所以接下来这个加浩你给我们先分享几个 你觉得很有价值或者是能够引发你继续探索的一些乡野传奇的故事 那我要说的第一个故事呢实际上不是我听来的 是我看来的 你看来读来的是吧 是我读来的 那实际上是刊载于19世纪末的新加坡的海峡时报 英文报 那故事大概是这样子说的 他说编加兰呢 以前啊 有一个 编加兰以前呢 有一个 圆秋 这个圆秋种咖啡 那这咖啡呢 有一个白人的圆祖 然后有两个 这个来自印度的这个邦庸 然后呢 沿海又住了很多马来 不是马来人 就是爪哇裔的这些移民 然后呢 那两个印度小伙子呢 就跟马来裔的这个爪哇裔的这些村里面的这些女孩子没来眼去 所以就让那些村里面的那些小伙子就很不高兴 所以他们决定要给这两个印度裔的帮佣一个教训 所以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是 这个圆祖啊 白人圆祖家里养的狗啊 废个不停 所以他决定带狗巡山 然后走到了一个一个森林的一个一个角落的时候 忽然间 他看到眼前似乎有狐影老虎的影子 聪动 那 啊 当他逼近的时候 他发现 诶 有一声惨叫声 然后当他在走近的时候呢 这是故事是这样子写的 他走近的时候 他发现在一棵榴莲树下 躺着一个虎皮一样的人影 是 那实际上呢 呃 在他下面 呃 躺着的那一个呢 就是一个印度小伙子 然后身上铺了一张虎皮 那这个真正玄奇的是 这个故事的结尾是 从今以后 在那个角落 的那一棵榴莲树 每逢月圆之日 都会看到有一只虎影 在月光照耀之下绕着这棵树旋转 虎影就是像是一只老虎的影子 是 那这个故事会给我什么提醒呢 就是说你看 这个1890年代的这个传说故事 实际上它是呼应了边加兰早期的肯直的历史的 是 咖啡园 洋人的园主 印度的邦庸 这都是符合我们看到的材料的这些史实 是 那同时他还跟我们讲了一个族群关系 他这样讲了一个族群关系 就是那个印印度裔的邦庸去调戏这个 不敢说调戏 找外裔的 对找外裔的那个女孩 没来也去 然后当时的找外裔的这个村民 可能就觉得不满 那 那里面的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老虎 那实际上在边加兰的这个历史里面 老虎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因为他们内陆就是广阔的密林 广阔的热盖雨林 而我们知道随后的不管是咖啡园 还是后来的橡胶园 甚至到后来的游中园 其实虎中都一直都是我们的肯直的鲜明一个梦魇 虽然今天政府就一直在呼吁要保 保育马来亚虎 对 但是在那个年代 的确因为我自己也做一点点永平的这个研究 是 在我读的20年代30年代的报纸里面呢 所谓的虎中处处 对 都是在身边都会经过类似这种情况 而且永平的天后宫 据说天后圣母是可以克虎幻哦 哈哈哈哈哈哈 在边加栏也有可以克虎幻的声明 是 所以接下来我们在后面几个段落呢 他大概在请那个佳浩 跟我们多分析或者多分享几段 他所收集到的这些乡野传奇 但是我相信你说的这个虎皮奇案 现在的乡人应该不再谈这个故事了吧 都不谈 但是这个故事本身 他就是在 在我作为研究者的角度就是 就那么的巧 在这么早的一个时候 就已经有人把边加栏 视为一个会有传奇发生的地方 还投稿在当时的重要的报章上 这说明边加栏他的传奇色彩 其实是跨越百年的 所以佳浩 你所谓的当然有啊的日本鬼谷 市值哪一些 这个当然跟我们耳熟能详的 那个校园操场的鬼谷有一点不一样 ok 我的这个日本鬼谷呢是这样子的 就是在边加栏有一个村庄 有一个村子 海边的一个村子 这个村子呢 老人家的记忆 他跟你说 这个在很久很久以前 在战争爆发之前 曾经有水流失飘到 这个村的边缘的一个夹角 就是海边的一个夹角那边 然后那时候日本圆秋的日本人呢 发现了之后呢 不知道他们是认为这个水流失是他们自己的同胞 还是单纯就觉得要把这件事给处理好 所以呢 老人家跟我说 他的印象是看到有一群日本人 穿着白衣 素色的衣服 白衣 白长裤之类的 然后就去到了海边那个点 然后就做了一番祭祀的仪式 那有趣的是 这个海边的这个点呢 后来 村里面的人 基本上都把它视为不祥之地 就那个地方 曾经发生过 是日本的 可能 有水流失 来到那个地方 什么是水流失啊 就是顺着水流飘过来的浮尸 尸体 OK 那甚至还有一种说法说 诶 那个 呃在战争爆发的时候啊 英国派兵驻扎在边加兰 其中驻扎有一个点 就驻扎在那一边 对 结果那些士兵都全部都 莫名其妙生病 随土不服 是 甚至有这种讲法 但最重要的就是 村民都认为 那个点 是不结的 诶 这个就 然后甚至以儿传儿 他就跟你说 诶可能那个就是有个日本鬼 甚至跟你说 是日本女鬼 之类的东西 但对我来讲 这个性别啊 还是他是国籍都不重要 最重要是村民觉得 那个地方是不祥的 而这个地方 刚好是他们村的边缘 是 所以我们在这个小时里面 讲了那么多鬼谷 讲了那么多乡野传奇 又有宗教的那个偶像 又有你收集到的这种日本鬼谷 那研究这些鬼谷 收集这些传奇 到底对你的研究有什么帮助啊 就像我一开始说的嘛 其实很多时候呢 他是带了一点无奈的 嗯嗯 因为这样子的 我们像这样子的乡村 他其实缺乏我们传统认知的那些材料嘛 就是写出来的东西不多 哦 所以我 变成你不能挑 那这个是当然第一个是说起来 这个比较被动 没有办法 但是其实听久了之后 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让我们去理解 这个乡村人的精神世界 就像有一个学者叫卡斯登 他是研究这个 在吉兰丹布赖那边的 这个客家的乡村社会的 那他很重要有一篇文章 也是在跟你说 这个客家人的精神世界 怎么说 就是把布赖那个地方的传说 他们村民的禁忌 把它描述一番 然后从来你看到 他们是认为他们的世界是怎样的 我觉得当我们在书写地方史 或者说我们尝试从地方的历史 去看到一个更大的图景 就是可能一个华人的 新马华人历史 甚至海外华人史 甚至是人类的历史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有时候我们可以 应该要花更多的这个心力去理解 我们在研究的这一群人 他们是怎么看待他们自己的 而不是把我们对他们的想象 就直接套在他们身上 听真末教浩老师分享的故事 是不是听得津津有味呢 下个小时博士来聊 我们来听听他是如何透过田野行脚 甚至是利用走入墓地的方式 去收集史料的 那就请你继续守着 越听越爱的爱饭 你好我是清柔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爱谈大小四肢博士来聊节目 嘉宾主持廖潮吉博士呢 请来的嘉宾是香港中文大学 历史系博士生莫嘉浩 来分享他对于编较栏的地方历史研究 脸书同时现在也在做着音频直播 除了欢迎你分享出去 也可以在之后呢 使用这个回放的功能 来重听节目的内容 这一个小时的博士来聊呢 我们还是有嘉浩 来跟我一起聊这个编较栏的话题 大家好 嘉浩 我知道你在做这个田野调查的那个年份 正是那个州政府推这个石化工程 如火如荼的时候 对吧 没错没错 对去那个时候我们在报章上 都看到这个为了要做这个石化工程的 这个建设 当地的村民有遇到所谓的千村 或者是千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吧 对对对 实际上我会对边加兰产生兴趣很大程度上 也刚好就跟这个石化工程有关 那具体来说实际上是很有趣的 就是我记得我是那时候看翻报纸 然后刚好看到说 边加兰呢 有一处异山 他有很多很老的坟墓 然后呢有一个人 他半夜呢梦到他自己的这个真祖母来找他 就大概跟他说好冷啊之类的 然后这个村民呢醒来之后觉得事有蹊跷 所以他就跑去那一山一看 结果他找不到他真祖母的墓了 是 对那时候我就看到 然后后来当然他就去找啊找 结果发现在一个刚挖出来的 那个产泥车刚挖出来的土沟 他的真祖母的墓碑 竟然就躺在那个那个土沟里 OK 这个报纸我那时候看了我就觉得 我当然不是第一个 诶他的祖母觉得很冷 我很有兴趣 不是我第一个有兴趣的点 当然就是说诶那边有很多坟墓 OK 所以那我就讲既然如此 我就要跑去看一看 是 所以也是 然后去了也碰到了当事人 然后也跟我讲了 就是同样的跟我说 当时怎么样怎么样祖母怎样 然后接下去就开始看坟墓 然后我就整个人就陷进去了 因为真的很精彩 对 所以你从这个 一则故事的报导的引起 到你到地方上去拓碑 是吧 对对对 因为我们知道所有做这个 呃 我们所谓的古墓派吧 哈哈哈 我们常说这些 这些研究地方史 专门跑跑一山去去拓碑的人 我们都叫他们古墓派 爱慕者 对对对 所以我们这些古墓派 爱慕者 当你进到这个边加栏的时候呢 你从这些呃 拓碑的过程里面看到什么 拓碑啊 这个在边加栏拓碑 呃真的是很多故事可以说 因为拓碑老实讲是很累的工作 非常呃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拓碑呢 就必须要是最好是在风和日丽的场景 因为只要一旦下过雨 嗯 碑体湿了 嗯 我们就没有办法踏碑了 是啊 我们可能要跟听众先介绍一下 为什么需要踏碑 踏碑的那个原因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说 如果今天你要去知道 可能说啊 一百年前 这个地方住过什么人 嗯 那很多时候 其实啊 尤其是在乡村地区哦 政府是没有记录的 民间的记录可能也早就已经啊 那个账本重铸了 烧掉了之类的 是 那我们现在有什么办法可以知道 这边以前住过什么人 他的性别 甚至他的亲属关系 我们就只能直接去驿山 嗯 去那个坟场 那去坟场后就把他上面的那些记录都抄下来 嗯 那抄下来还是不够的 最好是能够把他呃呃 用踏碑的方法 不管是用宣纸踏 还是我们这种简易的方法 粉笔涂抹 嗯 然后拍照啊 保留更多的这个文字信息 这个就变成我们的史料了 是 那踏碑呢 在边加栏就说 第一 我们一定要风和日历 要不然不能踏 那你知道沿海地区 这个阳光沙滩哦 是 度假就很很爽 但是如果踏碑就 工作就很累 对就会很很很很很 很好见飞 是哦 所以第一个累 然后 呃当然 那除了累以外呢 呃边加栏的沿海 当时沿海的坟墓不止一座 它有差不多六七座 不同的坟墓 所以有很多地方我们要跑 呃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 我就想早上就想去了 然后就立刻开工 结果我真的东西刚刚拿出来 就下雨了 就好像有人不想让我踏 嗯 那没办法只好回家 那第二次来我就认认真真 我就带好工具 香火什么的 然后就去祭拜那个益山的那个伯公 我跟他说 好啦今天 那我踏吧 给我出太阳好不好 欸 结果可以踏 结果太阳太猛烈 我受不了 哈哈 又回家 那 第三次去我就觉得不行啊 第三次去一定要找帮手 我就找了我一个以前的学生 我以前在中学教书 找了一个我的实地学会的历史学会的会长 找他一起去 然后去 当然一开始也说 很好 然后就开始太阳真的很猛烈 突然间 天边飘来一大片乌云 我就急了 我就 远远的对着伯公廷 跟他说求求你 让我今天踏完好吗 然后乌云就逐渐散掉了 欸 然后乌云就散掉了 你看吧 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 五败五伯比 啊 对对对 然后我就叫我的学生 快点哈 因为那时刚好只是中午 快点哈 所以我们饭几乎都没 赶着吃 吞了 就立刻回去又再踏 踏到六点 我们那一天真的是破纪录 我们一天踏了三百多四百个坟墓 多少人踏 就我跟他 两个人能踏三四百个坟墓啊 所以我这个学生 永远不跟我再去御山 他崩溃了 然后我们踏完之后我们就离开 我们离开 我记得我的车 刚开 离一山离开村子 下大雨 下大雨了 一路下雨回到新山 正在收听的是爱谈大小事博士来聊 好吧 既然你已经踏了几百份的这个这个踏片 是吧 不止大概 手上应该收集了大概有两到三千个数据 数据 数据 这些数据告诉了你哪一些边加栏的故事啊 你知道 其实墓碑就是 它是一个无声的记录 它其实就像我刚才说的 它会告诉你很多信息 比方说 从我们做最简单的就是 边加栏最早的墓碑 大概是1867年 嗯 你来想像在1867年 就已经有人去到那个地方 然后在那边 而且还留下了墓碑 让我们看得到 哦 因为可能更早的 可能墓碑的材质更差 嗯 就是在边加栏这样的地方 你就会发现说 诶 早期你想一下 那个墓碑的那个 石料 是很难运到这个地方来 是 所以他们其实用了很多 哦 那种就是当地的石头 那酒精风化之后呢 它就是一块很普通的石头 是 什么都没有的 然后或者甚至更夸张的 就是它就是一个土堆 然后 当时村民跟我说 哎 这个是坟墓 我其实是降性降乙 是 是一直等到后来 他们真的 因为这个千坟的时候 嗯 我我才确认 他果然真的是 以前某个阿公阿嬷的坟墓 但是他那个 你都说他已经变成 变成一个土堆了嘛 对 他的那个那个杯 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这个 怎么去认呢 实际上他就是在提醒我们说 哎 今天这个地方 他不是没有人住的 嗯 我们看到这些土堆 他是有人的 而这些东西是什么 刚好就是 口耳相传 就是他拜他自己的祖先 他就知道哪一个土堆是他的 OK 所以你看口述历史的重要性 是的 那当然我们是研究者 外面的研究者 除了听到这些东西 我们也要看墓碑能跟我们讲 什么更多的故事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在读了之后 你会发现哎 他的那个年份啊 大概是有一个沿着海岸线 从西边往东边扩张的一个 一个延伸的一个 就是比方说 从西边开始的年份是比较早的 嗯 然后再往东一点呢 就哎 他年份起始的就开晚一点了 嗯 一直在越往东越晚 所以大致上可以给你一个画面说 哎 早期来这个地方肯直的这些华裔鲜民 他们可能有不同的时代 或者由西往东慢慢一个弯迁移的一个过程 那是不是越往内陆的方向移动了呢 原来西是比较 对 他是沿着海边 沿着海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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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当然你会看到说 像内陆的橡胶园的那些人 他们就有所谓的一个广东的异山 因为是丰顺人为主嘛 是 就广东的异山 然后 然后 同样的 在海边的就有一个所谓的福建的异山 因为沿海主要是兆安人 在那个地方是兆安人为主 然后你看到不同的产业 他们已经有这个异山的分布的区别 那不同的海湾之间 也有主流的那个 籍贯的分别 比方说有的海湾是兆安人比较多 有的海湾金门人比较多 有的海湾就是可能近江人 兆安人各一部分 有的潮州人比较多 那通过墓碑的这个数据 我们去整理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什么时代它开始出现 怎样的一个特征 是什么人在这个时候多 然后它会慢慢减少的 对 所以从这边我们看出方言群的移动 对吧 一种分布 分布 一种移动 还有他们的互动 在哪一些地方 他们是在一起的 哪一些地方 哪一个村 他们是分开的 OK 这很有意思 因为我们很多的这种 就是 当地村的那个 整个变化的历程里面 都和方言群的那个 移动是有密切关系的 对吧 像我就不确定 你们这个边加兰 边加兰是不是也曾经有过港主 边加兰 口述历史里说 有港主 在我们的 根据 档案局收藏的 这个 一些跟港主有关的文件 我们大概也知道 它是有过港角的 在边加兰有过港角 在内陆也有过港角 边加兰内陆其实有一座山 华人叫它观音山 这个观音山是因为 它的山以前有一间庙叫观音寺 那观音寺后来在二十年代 迁到了海边 为什么迁出来 因为这个观音山本来就是一个港角 那随着这个港角的干密种植的衰退 到了一九二十年代初的时候呢 那些港角工人就把这个庙宇 神像今生就是观音像今生 迁到了海边 那迁到了海边 刚好就是潮州人聚居的地方 ok 然后就在那边呢 然后到一九二五年的时候呢 大家就集资 就盖了一间新的观音寺 是 所以你现在所掌握到的这个边加兰的历史 是更早于港主时代的吗 呃 有 但是比较零星 比较星闪 是 那我自己 比较关注的内容 实际上就是一九一零到一九四八年 这一段时间 嗯 对 也就是说 如佛这个接受英国顾问观 我们成为了大英帝国的 治下的一部分 哦 然后一直到紧急状态 新村成立 这一刻 也就是说 就是呃 对乡村的管制是蛮弱的 还没有那么强势的一个时代 那在这种弱管制之下 乡村的华人 他们怎么形成一种若有若无的一种认同的 他们的边界 那我关心的是这一块 对下一段我们就要回来谈一谈 他的博士研究论文的这个所谓的乡村治理内容 他是怎么样去撰写的 现在收听的是爱谈大小事博士来聊 刚才我们聊着聊着就正好就聊到了 墨家浩为什么选这个边界栏 而且为什么在选择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 嗯 原来你的博士论文探讨的主题正是要谈的是这个乡村治理的模式 对对吧 所以这个时期的乡村治理的模式是处在一种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 这个问题谈起来可以很学术 对 我就尽量用轻松的方法来说 因为简单的方式跟我们讲 简单的来说呢 就是呃 呃 从十九世纪开始 这个柔佛王国 他对他的这个乡村的治理 我们说最主要的一种方法 乡下所谓的偏远地方 就是港角 嗯 那港角不是柔佛政府直接管理的 他是通过委任港主来进行治理 在马来警察 马来的本呼噜 头人的协助下进行治理的 啊 所以其实是相当的间接 那当这个呃 成为马来蜀邦之后 当英国派顾问官过来之后 那他要处理的问题就多了 啊 其实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土地怎么管理的一个问题 是 那这时候你知道土地如果要有效管理 我们呃 英国人他们的经验 当时的殖民经验就是 要推行一种叫做Torrent System的东西 哦 也就是很就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地气的系统 对就是要让那个土地让当地人拥有是吧 国有化 所有土地收归国有 然后在国家发出地气给你 然后地气上有准确的位置大小用途 然后你要还地税 ok 就是就是让肯治者拥有那个土地的拥有权 但是你要以缴税的方式 把那个费用就是交给殖民者 对 那这个的还是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说 是国家拥有 所以今天到今天都这样 我们所有的土地都是国有 在由国家发出地气给你的这个过程 是 ok 那 那你就可以去想一个问题 那今天如果这整个地气的发出要经历那么多繁琐的程序 那在城市区 在当时尤其交通也不是很便利的情况下 你要在市区进行其实已经耗费人力物力 那更不用说到乡村嘛 对 所以这个就从第一个层面来说 在乡村的土地管理是相对松散 是 而且很多情况是上游对策 上游政策 下游对策 对吧 像边加兰他的土地的测量工作啊 一直到1920年代实际上都没有真正的开始 我是说开始 所以就算有一些人要征用比较大片的土地 都是个案性处理 没有先进行任何的土地普查 是 没有办法执行 因为真的缺乏人力 那这样就会面对一个问题 有人就会偷偷占用所谓的国有地 或者占用你不能用的土地 比方说 海边 河边 这些到今天的法律都是不能占用的 但是人家就用了 那用了之后 谁去管呢 因殖民政府在乡村里面 他的真正的基层只有本乎路 只有头人 头人同时也是土地局的基层官员 那 一个 一个乡 只有一个头人 然后最多再加一个副手 其实是管不到的 那 那这样子就很多大量的土地占用 但 政府其实也无所谓 因为 因为我如果发现你有在用 那我就发一个surat给你 跟你说 你占用了 撒曼你 你要还钱 那如果你不还 我就继续撒曼你 你再不还 我就叫乡村的警察去找你 那找到你就还 可是你还的这一次 明年 如果你又不还呢 嗯哼 那其实故事又在重复 这样子 对 所以 所以从你的这个目前所掌握到的史料 跟这个所研究的那个成果 就让我们发现到有处在这样的一个 一个地区吧 他们的那个城镇的管理是很松散的 松散 或者换一个角度来说就是 没有必要变得很严谨啊 嗯哼 因为乡村能够 那些这些乡区能够带来的这个收入 对当时的柔佛的国库的收入来说不多 所以我 我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开销 去治理一个对我来说收益不大的地方 只要它不乱就好了 是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的研究会把它放到到1948年 因为1948年 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变化 对全国的乡村 当时整个马来亚的乡区都是一个变化 因为紧急状态 所以 我们必须当时的统治者决定 要加强对乡村的管理 而这个决定 就改变了过去40年的 这整个乡村 对乡村的治理的态度 莫加浩博士 还没还没 对 因为你的博士论文初稿已经写完了 所以相当不容易 因为这个题材首先非常的新 那个地方 就我所知也还没有专论研究过 而且听你刚才描述 这个材料的取得也非常的困难 对 第一它很稀少 所以你还要从各种各样的乡野传奇里面 去设想一些历史的一些线索 很不容易 那你现在做完了这个博士论文 你自己有什么感想 当然 这有点像感谢词的说法 但我必须要说就是 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说一个很好的一个经验 跟一个考验 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把乡村的历史 不要说完全搞懂 就是开始想要去弄懂它 如果我们没有做出这一步的话 我们可能很难去为我们自己的更大的历史 做一个很好的一个铺陈 你要知道马来亚或者说马来西亚 是直到三四十年前 我们可能有超过一半的人口都住在乡村 是 都住在新村 那如果把这一块历史抽掉 如果我们不去理解过去的乡村的那个背景 可能我们也很难去理解 后来新村的 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 他们为什么会神庙跟神庙的关系啊 这个A区B区的关系啊 所以 这块东西是可以说不得不做 可是这块东西有的尴尬就是 他留下的资料不多 对 那怎么办呢 那我的导师 他就跟你说 跟我说 那你就想办法成为一个边缘的土族吧 边缘的土族 marginal native marginal native 就是我肯定不是边加男人 因为我真的也不是边加男人 那我就跟他们一起生活 我就去参加他们的那些重要的仪式 我去常常跟他们聊天 这种是有点类似人类学式的调研 是 敦点调研的方式 我要了解这群人 我就跟他们一起生活 然后去了解他们的那个精神的世界 他们的那些价值观 然后从这一点去掌 我在阅读材料的时候 可能就会有更好的把握 所以我很感谢 这些边加男人的乡亲 阿公阿嬷 还有小朋友 他们的照顾 真的是感谢词 就是也鼓励大家 要做乡村不要怕 是 你会交到很多朋友的 就像我一样 对 所以我们教育这番话 为所有有志疑地方研究的同好们 彼此鼓励加油 来一起来 是 谢谢莫博士 谢谢 谢谢